欢迎收看最后关心电风的南岛新闻 来自冰冻冠的爱心业者王妃 除了登记推动体育发展 来这支导致社会工业 知道南岛很大 平安地区的重价需要这三个交通车 因此是胜洞无心 跟出的人共同来关心一台好康巴士 关府头过观察机械来表达感谢 在赞亚南岛官平安地区的重价 在交通这三个博会寻求官 专家王妃真有心 带到家里的人作为关心一台富康巴士 关府基板就交接技术表达感谢 会好好来输用达车量 在专官各地来发挥到最大的好业 卡奴台风 南岛受伤最严重 是不是需要 我兼了一点的心意 赞助也好 助援也好 管长宜然接着说 说最重要的是富康巴士帮助弱小 说好 帮助弱小 帮助弱小 我宜然接着说好 主要你管长不去 感谢他的夫人 长期来也是非常关心社会公益 所以在每个县市 其实都有做出不同的捐赠 那这次也特别在车子打造完成之后 今天来做交接 那希望让我们县政府可以好好的运用 有着这份的外团 把这些公园到家里的人 一早在为冰冬出发赠来拦倒 这样爱心团伤 可惜我管长宇宙 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感谢丐家重视的管理 等着车量的资源 让骗我们得客的中价 别可以感受到交通的便利 南投县我们是一个 浮远相当辽阔的地方 在很多社区里头 很多长辈的需求 有一些出门并不是很方便 那尤其很多孩子都在外地上班 家中常常只有一位老人 或者是两位老人 那如果不方便骑摩托车的 那公车又没有办法到达的 常常长辈都需要有社区来做接送 或者是要到这个 去做一些附件或者是就医 欧妃也答应说 明年是关乎要有需要 欢迎再来协助 所以关怀照顾到就四十分 地价女性 常伯都